在那遥远不可思议照载永结之前 有一尊佛大悲旧苦 为众生发愿修行 于十节之前成就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这是万德之所归 更有十方诸佛 共同称阳赞叹 正成互念 十节前 阿弥陀佛正觉知大音 便想彻十方穷尽三计 十节以来 这句深藏弥陀慈悲之光明名号 一直在众生轮转 而如残云的生命里 染上颜色 镀上金灰 书卷成种种的奇观 在长节流逝的时光中 盖上了永远的印记 又用那最深吟 最轻柔的钉影 在众生坚硬的心上 轻轻扣响出种种微妙 和雅之曲调 只为一切众生 能聆听到 弥陀的呼唤 净土之法音 为宣扬名号之法音 世尊大悲出世 处处彰显弥陀之宏愿 在那浩瀚如海的经卷中 无不传扬着 极乐净土之妙法佛音 宛如从七宝池中 传来阵阵莲花的 温雅德香 听到弥陀的呼唤 顿悟世间梦幻不真 极乐真实无味 轻声地吟唱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启程回归净土故乡 这最简单 最平淡的六字 却是世间最美妙 最圆满的诗句 无论是满腹才华之诗人 还是一字不识之白钉 皆能够吟唱轻念 皆是和雅清亮之音 微妙动听 这简单平淡的六字 是阿弥陀佛对十方众生 不变的呼唤 亦是我等常末众生 渴望归家的心声 当世间一切语言文字 皆吸引去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依旧享留十方 诸佛赞颂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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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